調查局北極組的今天是基於因為這個政治現金案 所以說有做一個搜索 但搜索的部分呢不包含台灣民眾黨黨部 也不包含台灣民眾黨柯文哲主席的辦公室 但是呢我們主動提交了六項有關大選時期的憑證 希望交給檢方盡速的釐清真相 也就是說今天在這邊只有調查木口 就是只有來搜索木口的部分 我不能幫檢方或是幫調查局做說明的行動 但是對於台灣民眾黨而言 並沒有收到搜索 所以今天早上Toto是整個時間 因為大家有看到說好像九點多的時候就來 那到剛剛十二點半個又結束是嗎 對 因為我們這幾天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直在清查所有的憑證 然後並且做一個整理 所以當然跟這個調查局這邊 也做一個相關的說明 釐清還有整理證物 所以花了比較久時間 所以這些就是所有大選的時候的支出的憑證 六項都已經交給調查局了 是的 那今天早上也有傳出說 國安算木證的事務所也有受到搜索 這邊有聽到相關的消息嗎 不瞭解 不會 會不會擔心說這個主席 或者是三三節目可能有被約談的風險 沒有我們都是希望盡速的釐清真相 能夠最快的把這個所謂的政治先進 到底是怎麼樣子的短報福報 甚至是肉燈物窄等等的情況 都盡快的來盡快的釐清真相 所以監長除了支出憑證之外 調查局沒有問你其他相關的問題 沒有 因為基本上我這邊是代表台灣民眾黨 他不可能對我有任何的詢問 所以說我們就是主動提供相關的憑證 憑據 那希望交給解放盡速的釐清真相